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15号在浙江省湖州市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活动开幕式 传达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 传达生态环境资料 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资本资策 加快形成基于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合体 产业结构、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 坚持山水、林湖、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 凿力提升生态系统、多样性、稳定性、持续性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风、碳中火 做到在发展中降碳、在降碳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持续推进生态环境自立体系和自立能力现代化 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 2023年6月28号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定 将8月15号设为全国生态日 首个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 由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联合中央宣传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生态环境部等部门 和这厂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活动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主题 包含了开幕式、生态文明重要成果发布会、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、预测低碳创新大会等内容 在生态文明重要成果发布会上 自然资源部发布了中国生态保护红线蓝皮书 这是中国首次以蓝皮书情势发布的生态保护红线成果 全国华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合319万平方公里 其中陆域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30%